在本场辩论之前 首先呢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一下 今天比赛的正反双方的代表队 首先向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的正方代表队 来自台湾的东吴大学代表队 欢迎他们 国冒系二年级吴玉婷 社会系二年级张兆婷 政治系二年级陈俊良 法律系二年级曾厚恩 请代表东吴大学郑颜色 问候各位 东吴大学呢也是多年参加我们的海边赛 可以说呢是一支传统强队 那今年他们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海边赛 非常的高兴 欢迎你们 好 接下来就向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的反方代表队 他们是山东师范大学代表队 欢迎他们 反方一遍刘孟迪文学院研究生一年级 大家好 反方二遍陈阳数学科学学院一年级 各位好 反方三遍宋小倩法学院研究生一年级 大家早安 反方四遍音大委数学科学学院二年级 我请代表山东师范大学代表队问候在场各位 反方四遍的这个音调让我们感受到了山东的这种阳刚直气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始今天的辩论比赛 那么正方的辩题是科技发展让生活更简单 反方的辩题是科技发展让生活更复杂 首先由请我们的正方一遍做陈词 各位好 今天的题目看似通俗 其实很容易引起误会 所以我们为语成谋先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今天不是在谈科技发达的生活复不复杂 而是在探讨有没有变得更复杂 说是更复杂就代表要有一个对照组来做公允的比较 否则就算你能证明科技进步的生活很复杂 那也不代表科技落后的生活就比较简单 这样片面的强调复杂却忽略了更 其实并不符合题目的要求 所以我们双方都应该拿科技进步与落后两种情况 来做复杂程度的比较 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 那为什么科技简化了生活呢 理由有二 第一 自古以来人面对最复杂的难题 就是大自然的喜怒无常 对生活的威胁 毕竟古人科技落后 面对造化的威胁 就只能被动地迁就自然 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 自然有多复杂 生活方式就跟着有多复杂 大家不要以为大自然是孕育人类的母亲 所以就很平易近人容易相处 那你可就忘记了 母亲再亲也还是个女人 女人心海底针 哪是你能摸得透的呢 所以可怜的古人就被大自然白布得团团转 求一日安宁而不可得 可是随着科技发展 人类可以驯服自然 改造自然 排除了自然中各种复杂的因素 让外在环境来配合人类 而不是人类去迁就环境 像古代农民要讲究二十四节气 来做繁复而紧凑的音意 唯恐没跟上自然变化就会徒劳无功 但如今二十四节气已丧失了实质的意义 我们可以在温室中调控气温还有湿度 种出不合时令的蔬果 逆天而行照样五谷风灯 就连贫瘠的北大荒也能变成富饶的北大仓 又像是古代黄河或无预警的泛滥 防不胜防 经过河川整治 一样能将未知的风险降到最低 再看英国的林肯郡 以前是坚硬的陶土 农民束手无策 但现在凭着技术的先进 现在是英国花卉业的重振 还有以色列 境内有七成是沙漠 依靠滴灌技术 同样在沙漠开创了绿色革命 藉由科技发展 人类在这种天然交战之中 逐渐掌握自己的命运 生活也越来越简单 第二 随着科技发展 我们十一住行 无不是事半功倍 不但省时省力 生活品质也与日俱增 如果这不是简化的生活 那什么才是简化的生活呢 我们试想一下 假设你在荒郊野外 想要饱餐一顿 那既要分辨植物的毒性 还要熟悉猎物的习性 既要有长白草的勇气 还要有跑白米的体力 这样的生活 谈何容易 稍微有个风吹草动 风声鹤唳 还一声一轨 草木皆兵 相反的 在科技发达的城市里 山珍海味 是琳琅满目 只要迎货两气 就能大快朵頤 同样吃顿饭 没科技就踏破铁鞋 无蜜处 有科技就得来 全不费功夫 这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 纵上所述 科技没发展 生活多心酸 科技大跃进 生活才简单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我们的正方一变 那接下来呢 有请反方一变 做陈词 谢谢主席 对方便有 大家好 听完对方便有的理论啊 我们可以发现 如下几个明显的错误 首先 对方便有认为 有问题是一种复杂 我方承认 有问题是复杂的一个表现 然而复杂还有 丰富多彩 容量宽广 选择多元 这样的定义 第二 对方便有说 我们原始的生活呀 是非常复杂的 那敢问在座的各位 日出而落 日落而息 生活简单呢 还是我们现在 登上月球 探索宇宙更加简单呢 对方便有之所以认为 我们现在的生活 特别简单呀 是因为他们没有用 科学的精神来看待生活 一百年前 陈独秀 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 先驱就告诉我们 应当以周密思考 求识求真的 科学态度 来观察和思考生活 而绝不能像胡适 在《差不多新生传》中 提到的那样 仅仅停留在生活的表面 片面 肤浅 简单化地看问题 树立了这样的视角 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 论证我方观点 首先 就人类文明的眼镜而看 科技发展 让我们的生活 从低级走上高级 从简单走上复杂 相比于原始时期 农业时期单一的生活 工业文明为我们展现了 更加开阔的生活场景 而如今 生活在信息时大的我们 则拥有了更加丰富多彩 更高质量的生活 然而这种高质量 正是复杂性的体现 当然 我们的追求 也从最基本 最简单的生存需要 转而向 安全 社交 尊重和自我实现 等高层次的需求转化 因此 在科技发展的大潮中 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复杂 第二 就认识层面而言 科技发展为我们打开了 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把我们带入到复杂无尽的 知识汪洋当中 我们探索浩瀚宇宙 触摸万里海底 更多未知的领域 展现在你我面前 然而我们在肆意汲取 知识养分的同时 逐渐认识到世界越来越复杂 而我们越来越无知 牛顿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 谈到 我只是像一个 在沙滩上玩耍的小孩 真理的汪洋大海 在我眼前从未认识 从未发现 爱因斯坦也提到 科技是永无止境的 它是一个永恒的谜 因此我们越是探索 就越会发现更多的谜面 因而我们就越来越走进 复杂的生活当中 第三 就操作层面而言 科技发展的不可控 给生活带来了复杂的挑战 人以主人的身份 创造了科技 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 但却在对科技的依赖中 沦为了奴隶 正如台湾学者李奥所说 科技的反客为主 让我们养成了一种 不能主动生活的坏习惯 我们随意关注一下 周围的人们 每天花费重择的时间和精力 做的事情 就是玩手机 一旦离开了手机 人们就会感觉到焦虑和不安 人已经沦为了手机的奴隶 同时 环境恶化 情感缺失 道德伦理等 诸多问题 接踵而至 即便是通过科学的手段 传达着自己思想的霍金 也提到 人工智能 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亡 科技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应当将更多的关注焦点 放在未雨绸缪上面 因此 我们必须正视科技发展 给生活带来的复杂挑战 因此 我方认为 科技发展 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复杂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我们的反方一变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的是 质询环节 首先呢 有请我们的 正方 二变 方便有您好 您确认 简单确认一下 简单复杂 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以我们要来做比较 才能知道谁更简单 对不对 是这样子 好 那再请教一下您方 在没有科技的时代 我们是不是就必须要 大量的依靠 大自然来做生活呢 没有科技的时代 依靠大自然做生活 对 方便有能举一个例子吗 像比如说 我以前 我以前这个 我要跟众 可能老天爷是要下雨 还是要晴天 可能我就必须要迁就老天爷 而没有办法控制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我可能要迁就 大自然的客观环境 没有错吧 大自然确实让我们 要迁就 好 谢谢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我方一变也大量 就是大篇幅地告诉大家 依靠自然生活 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就应该来比较 依靠自然的生活 跟依靠科技的生活 谁更复杂 不知道您方 同不同意这个比较 并不是这样子 您方觉得 不应该这样比较吗 对 我们认为 好 为什么 我们认为更复杂的 这种比较标准 应该是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 那我确定一下 要比较是不是就要有对照组 是的 有对照组 所以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说 过去没有科技的时候 也有一个复杂的大自然 需要我们来应付 这样的对照组 你方 要不要来这个分析呢 当然希望 对方便有能够关注 遍体当中生活这两个字 OK OK 好 那所以说 我们说的并没有冲突嘛 对不对 过去的 跟大自然的生活 也是一种生活 我们接下来往下问 今天我们的分析 没关系 谢谢张彪彪 我再往下问 今天杜甫有首诗叫做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急从八峡穿乌峡 下一句是什么 您方可不可以告诉大家 越能起乡 就是 您方不知道吗 好 没关系 那我告诉你 就是 便下襄阳向洛阳嘛 所以说在这诗诗剧中 我们可以发现 古人要做长途的旅行 其实周车劳顿 八山涉水 其实是蛮这个 劳心劳力嘛 对不对 东面我再请教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好 没关系 科技手段让我们提供了 更多的时间 我没有问完嘛 对不对 我在往下问哦 所以在科技发展 如今到了现代 我们咻的一生 一趟飞机 是不是就可以让杜甫 从建门关来到洛阳呢 那可能是你没有坐在 马航那辆失联的飞机 光没有 当然是要排除那样情况嘛 就好像你在乌霞 难道就不会翻船吗 所以说今天 那不然我再退一步来 更简单的问你 如果今天他在建门关外 想要看到他故乡的老母亲 打开视讯 是不是就比过去 我要拔山顺水更简单 并不是对方便友 这仅仅是一种辩解的方式 但是我可以看到 我和你的老母亲来聊天 没有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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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张宾 我觉得 这个观点其实有点奇怪啊 谢谢张宾友 好 谢谢张宾友 好 谢谢二位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反方二辩做质讯 张宾 您好 您好 张宾 我想确认一下 您帮在立论当中 是不是说 因为这种更简单 来自于你们 之前的这种生活是复杂的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自然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是这样子吗 不是 我们说的是 以前是自然很复杂 现在是科技很复杂 那我们就看现在是科技 本身很复杂 那我们再比较一下 两者是哪里比较复杂 张宾友 我希望您方能够关注到 生活这两个字 是今天对于生活这样一种营销 张宾友 自然复杂不就是 生活带来了自然的复杂吗 张宾友 我请问您 之前科技 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解决了生命的问题 但是这种生命 解决生命的问题 是不是您在和自然的 不断剥夺自然的过程当中 所得到的呢 不断剥夺自然 对 就是因为人要自己生存下去 然后科技发展 然后科技发展让我们从自然当中获取 对方便友 不一定要剥夺自然 你也可以用绿建筑来跟自然共存 不是吗 是的 对方便友 今天我们看到科技发展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自然的问题 您说您方在不断解决自己的生命问题的过程当中 引发了许多 引发了更多的环境问题 对方便友 您觉得核电的利用 是让生活更简单还是更复杂了呢 更简单啊 更简单了 为什么呢 我们想核电问题 我们可以借由一些人类的公约来互相约束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用核电 对方便友明白您的意思 但是对方便友 我想请问您 您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战事故吗 不好意思 对方您再说一次 我没有听清楚 切尔诺贝利核电战事故 是当时苏联 您不清楚是吗 就是核电战事故 车诺贝是吗 您知道是吗 是 对方便友 您觉得这种状况是一种简单还是复杂呢 它核电本身复杂 但它为我们生活是带来的事情 对方便友 我们今天看到 由于人类对于核电没有完全的掌控好 它这种不可护性 对生活带来复杂的问题 对方便友 那你也忽略了 现在世界各国也对核电 就是大家有互相约束 包括日内瓦公约 核能原子公约等等的约束 来比此约束 我明白 对方便友的意思 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的浮导核电站 产生了更严重的事故 当便友 您是不是在重蹈覆辙 什么 浮导的核电站 又产生了更加严重的事故 您是不是在重蹈覆辙 所以科技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依靠科技来解决 对方便友 您认为科技终将解决问题 是全是全能的 谢谢 谢谢二位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正方三遍做质讯 谢谢 对方便友 对方便友 请教一下 您刚说 如果科技发展 您帮许多道德真意 没有错吗 对的 像举例而已 就像我们有所谓的 做胎的制度 对 想请问一下 您刚说知道 在宋朝人是所谓的利益呢 对方便友 如果掩护起 或是父母亲 母母亲 亲儿母母 没有什么 父母亲蛋 父母的接法 胭子 所以您刚知道这件事情吗 对方便友 我们听过这样的 这个不好的事情 对 所以刚便友 其实道德的 对 对方面有这种形态更加复杂了 对方面有 我觉得这个科技的问题并不能保证成功率的百分之百 它还是会有意外的 对方面有 我觉得这个科技的问题并不能保证成功率的百分之百 它还是会有意外的 对方面有 我觉得这个科技的问题并不能保证成功率的百分之百 当然不是对方面有 当然不是对方面有 我们说他发明了这种技术还发明了代孕技术 代孕技术带来了更复杂的伦理挑战 好的 对方面有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 而且是科技所不能解决的 对方面有这个问题 当然不是对方面有 我认为选择多样选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复杂 对方面有 您在河岸中能立刻钓来一艘船吗 对方面有 我不是他 我不知道他的选择 可是他因此会没有感受到瘦皮的柔软 对方面有 对方面有 是的 他的这种丰富性复杂性恰恰是我们生活选择多样内容的后宽 当然不是对方面有 谢谢 好 谢谢二位 也让我们祝愿我们的父母都不要掉到河里去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我们的反方三面做质询 有请对方面有 您好 想请问您啊 跟我们现在信息网络化的时代的这种生活相比 古代那种男耕女之 你耕田来我之不这种生活是简单还是复杂的呢 对方面有您错了 我们以前追求的只是最单纯最基础的生存需要 而现在我们追求的是更加复杂 对方面有 是更加复杂 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需要 这是不是一种复杂呢 对方面有总不愿 对方面有总不愿 对方面有总不愿意离开这个原始生活 我们知道复杂的生活是老鼠拉风箱 大头在后头呀 对方面有听我下一个问题 精神生活是不是生活呢 精神生活大人生活 那对方面有您怎么评价陶渊明那种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呢 对方面有他的生活的确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你问什么问题是 这个生活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对方面有也就是 对方面 好的 对方面也就是您刚才承认了 他的那种古人的生活是简单的 是不是和您刚才说 古人的生活是复杂的 自相矛盾呢 对方面有 请问 好的 对方面我已经了解 对方面我已经了解了 请问您刚才提到了 可能交通这个视信 多种便捷的科技手段 请问便捷的手段 能够论证生活的复杂吗 便捷的手段 对 那种无语等 如果王师知道也是 就是说 交通工具 让我们便捷之后 好的 对方面那我来这样问你 具体的问你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能用电子书来搜寻 和阅读孔子的思想著作了 这个手段是不是便捷了 对方面有 这能不能论这种孔子的思想著作 就是简单的呢 对方面有 您刚才 对方面有 您错了 对方面有刚才承认了精神生活 是生活 现在他又说孔子的思想不是生活 是不是又有自相矛盾了 对方面我再想请问您 现在我们在科技的推动发展之下 生活的质量水平是不是都提高了 生活质量跟水平在现场之下 对 对方面有 请问高质量高水平的生活是一种简单的生活吗 高水平高质量可能是一种简单的生活 对方面有错了 我们说这个运动员他是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 他完成的动作质量真高呀 我们是不是说这个运动员真简单 他做的动作真简单吗 谢谢对方面有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二位便手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小节阶段 有请我们的正方便手 谢谢主席 先来看他方队复杂的定义吧 对方便有刚刚在开篇立论的时候告诉我说 问题就不等于复杂 可是我方从来就没有说 问题是复杂的唯一条件 他方也不能够否认 问题至少是复杂的必要条件 其中一个条件吧 就好像微积分这段过程又多又难理解 我们说微积分好复杂 可是如果微积分跟1加1等于2 一样好理解 那我们也不至于评价它复杂 都没有又告诉我 我在质询答辩的时候说 审时跟辩解没有更简单 我方就觉得非常奇怪啊 审时跟辩解不就让你生活变得更简单 更容易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吗 所以还希望 都没有在这个定义上面再做这个解释 往下来看都没有论证 他方其实以为 今天只要论证到 当代的科技发达的生活 很简单就够了 可是论证这件事情没有意义 任何一支有尊严的队伍 都会同意 生活本身就是复杂的 可是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复杂的 但是像以前科技低落的时候 我们只好靠自然生活 自然有多复杂 我们生活就有多复杂 我方一遍也告诉大家 自然的生活有多复杂 所以今天在科技生活很复杂 不靠科技生活也很复杂的前提底下 反正必须要证明 证明到靠科技生活有比 靠自然生活更加复杂 我们就要一一检视对方的论证 方便的其中一个论证是告诉我说 我们现在变得更加无知啊 我方告诉各位 不对 你以前才更加无知 因为在以前你不靠科技 你不知道 你也没有办法掌握大战的变化万千 可是到今天 你只要稍微百度一下 你就能够知道 这个像比如说台风 什么时候会来 大概是青台中台还是墙台 那再来看 对方便有第二种论证 或者告诉我说 我们会成为科技的奴隶啊 这是科技的环境的问题 或者是 对方便有在咨询答辩出的 另外一种素材 叫做核战之类的 可是我方告诉各位 人类用科技 就是更容易活下去 难道你会叫人家放弃科技吗 现金粮食生产量 就是比一九三年代 多了五十倍 养活千千万万的人口 不靠科技生活 自然才是最变化莫测 难以掌握的 台风想来就来 动辄死伤无数 科技至少是人的造物 就像是核武 人类有防止核武 擴散公约 就像是这个手机 我们可以 家长可以限制小孩 所以自然的复杂 不靠科技 我们不能够简化 但是科技的复杂 至少可以靠人类 来自我约束 自行调整 所以在这样前提下 我方觉得这也不是问题 在最后回过头来再看 这个多方便有做一个论证说 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有变复杂 可是回过头来看 也可以顺便 对应到我方的利润 我方告诉各位 其实今天 你之所以要从工业 农业变到工业 许多事情本质上很复杂 可是科技没有使它更简单 反而使它变得更复杂 没有使它变得更复杂 反而使它变得更简单 要做到读书破换卷 古人要四处收购 汗牛冲动 现代人百度一下 立马到手 要交上100个朋友 这个可能古人要有变无日 现在一击在手 千万人就跟着你走 是不是就变得更简单呢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我们的政法二辩 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反方做小节 好的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对方便我不要激动啊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的质询环节 对方便我一开始跟我们提说 在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 之前呢 由于自然环境的复杂 然后科技发展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更好的生存下去 那么我想请问 对方便有这样一个问题了 今天我们真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简单 今天真的用科技发展解决了问题 而没有造成许多新的问题吗 不是这样子吧 对方便有 我们看到今天人为了生存 不断的去掠夺自然资源 因此它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雾霾啊 臭氧层空暖等等等等 这种环境的大型的问题 方便我今天只看科技解决的问题 而不看科技制造的问题 是不是有一点以偏概全了呢 第二点 方便有说我们 科技发展让我们满足了生存需求 是的科技发展 让我们不断的满足了自己的生存 但是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原理 人类在满足生存需求之后 他们的欲望是会不断上升的 而这种心理的想法被满足 正是我们丰富多彩生活的一种体现 我们认为这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也是复杂的一种表现 第三点 对方便有其实整场比赛 整场这个质询环节都跟我们纠结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在他们的眼中呢 便捷就等于生活的简单 那么我想请各位再深入的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了 今天我方三便在公便中举出了 我们今天更便捷地运用电子书来阅读了孔梦的思想 那么这种 它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真的是简单了吗 我们用这种便捷的手段 阅读到了那种博大文化的精髓 然后这种文化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整体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方今天所说的 这种手段的便捷并不能等同于生活的简单 方便我们一直认我们人类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够解决科技的所有问题 那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在科技发展的不断过程当中 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 我们看到了更多新的天地 发现了更多新的领域 而苏克拉底就跟我们说过 人类最聪明的事情就是在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 所以今天我方也不是要全盘否定科技 放弃科技 而是为了在我们这种生活状态下 能够正视科技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不断的推动人类社会和生活的前进发展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我们的反方二变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自由辩论的环节 首先有请正方 各位好 中古世界如果我想要去看一本书 我必须要成为道士在教会里面才能够阅读一本书 如今我只要Google 我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书籍 对于一个想要阅读书籍的人来讲 现代的科技没有让它变得更简单吗 对方没有阅读书籍确实变得简单了 但是这就意味着您的生活的简单吗 就如您小杰所说的 您现在很简单的就可以交到100个朋友 那您的情感生活是变简单了还是变复杂了呢 对方没有道强请问 在口梦思想说国大思想 就是其实本身就有复杂 是不是在科技发展的情况下 让我想要阅读口梦这种国大思想 反而更加的简单了呢 对方没有不要只看手段不看生活了 您还没有回答交友手段的多样 是不是证明了我们情感生活更加复杂了 手段越多不等于越复杂 有时候反而让你选到能够更好的做出选择 在古代我要这个交友四方的朋友 我不需要有遍无事啊 当今我可能靠着微博 就能够跟我所有的好朋友做交流 这样难道没有变得更轻松更简单吗 对方没有我们看到手段的简单 让我们联系到了更多人 这是不是一种复杂呢 对方没有不是这是简单 我们可以更轻松认识人 这难道不是一种简单 对方没有不要本末导致 现在以前要读书要走房明川大山 可是现在要读书破万卷 只要一只手机整个图书馆跟着您走 难道对方没有你要否认这种辩解吗 所以对方没有还是看到了手段的简单 没有看到他向我们展现的复杂生活 我们现在阅读的更多了 是不是让我们的知识生活更加丰富了呢 对方没有才是不看我们论证的手段吧 再请教对方没有 对方没有 福岛的核爆的爆炸 跟全人类都不用电 无灯无亮 生活在这个荒野之中 凡事轻微 您来比较一下 哪个对人类的生活更加复杂 对方没有说的只是发电方式的一种 是核电的运用 对方没有您能够说 您现在对核技术是口控的吗 其他的能源就不是能源了吗 对方没有不是不会发生其他的问题吗 火力场也会爆炸嘛 正面的请教对方没有 核爆跟我今天不用电 对生活哪个更复杂 对方没有电当然是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了 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日出而落日做而熙 我们的生活只有单单的那一小部分 现在我们开启了丰富的夜生活 我的生活越来越复杂了 还想请问对方没有 那您如何解决核电站引发的问题呢 对方没有在过往 对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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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科技是全知全能的 能够解决完所有的问题 对方没有只看解决问题 看不看到科技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不要乱扣骂子 我方没有说科技可以解决全部问题 到时您方没有回答我方三遍问题 我方再举个例子问你 我方刚刚就说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你可能要周车老顿旅途这个复杂 你要穿乌侠 穿八侠 乌侠要穿这个八侠 这样的复杂跟当今我只要飞机过去 就能够到达目的地 有没有相对而言更简单呢 对方没有正是因为这种工具的辩解性 你到那里可以掌握更多丰富的生活吗 这是不是一种复杂呢 对方没有 谢谢对方没有承认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不靠科技也大自然很复杂 但如果靠了科技 我们就可以让复杂的生活变简单了 所以那您方有没有证明到变得更复杂呢 我方就是证明了这一观点 我们通过缩减交通的距离 到了当地之后 可以领略更多的风光了 这不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了吗 再问对方便友 您认为科学技术是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而且核泄漏是不是科技带来的 多方便友再说了 您本来就会想要去到那个地方欣赏风光 所以目的的复杂是古今都不会改变 但是在手段上变简单 您方是不是也同意了啊 并没有 对方便友手段只是便捷 今天我们赛后可以更方便的与您交流 我可以了解到保岛台湾的风土人性 这样我的生活变得分明是丰富起来 难道不是吗 对方便友一直说 手段简单可是会带来复杂的结果 对方便友比较在哪里呢 双方都成立的时候应该要有比较吧 再请教对方便友 你们说科技带来新的道德争议 可是在没有科技的时候 过去麻风病的病人治不好 我们要把他放到船上顺流而下 不准他靠岸 这样子的道德争议又有比较简单吗 对方便友 正是因为麻风病的解决 才让这些患有麻风病的人 悠有了更加丰富的生活啊 请问对方便友 科技有没有解决他所创造的问题 所以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 就是科技至少让我们的道德争议变得更少 道德行为对方便友 在过往的时候 我们读书可能要好好去读书 好好翻译 是不是现在只要意气在手 世界又跟着你走的呢 对方便友说科技解决了道德的问题 我想请问对方便友 克隆技术如果运用到人身上 运用到生活当中 这到底是更复杂还是更简单呢 所以我方便就告诉你嘛 我方也承认你方说的那些核武什么的 都有让世界变得有点复杂 可是我们人类有控制 有靠防止核武扩散公约 反过来说台风寒流 黑死病这些东西 不靠科技 你怎么控制 对方便友您觉得能够控制的呢 为什么还会发生浮导核电站的泄漏问题呢 对方便友那是特例嘛 你看跟那些跟和跟就是自然环境比起来 这些东西是不是比较能够控制呢 对方便友我告诉你浮导核电站 是12万人的健康受到的威胁 您还说这是简单 对方便友我想请问您 现在我们过度的依赖手机造成了低头俗的问题 是不是复杂呢 对方便友说浮导核电造成12万人 没有电造成的是61人的生活受到影响 对方便友你跟他说 往下问一个问题 对方便友今天一个OL下班的时候 过去他只能够在睡觉跟出去购物 两者中间必须要取其一 不过今天有了网购这个选项 对他的选择是不是变得更简单了呢 所以对方便友今天我既可以睡觉 又可以网购我的生活 变得丰富起来变得复杂 好了对方便友您没有回答 我刚才手机低头俗 是不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呢 对方便友手机问题 我们可以依靠自我约束来解决 可是对方便友您难道 难道您要大家都不用智慧型手机吗 不可能嘛 倒是想请教对方便友 自然的自然的复杂 您无法控制 可是科技的复杂 我们可以控制 难道您是要大家都不用科技吗 所以我们方说 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啊 再就是对方便友 我们刚才谈到了手机 您说可以克制 请问您现在可以让大家离开手机吗 对方便友您方说无非的欲望问题 我们就整理来看嘛 你说马斯洛这个告诉我们 我们有很多欲望 可是欲望本身是复杂的 我们科技却可以使我们更容易达到更上层次啊 对方便友达到这种更高的层次 就是一种更复杂的生活需要 您还没有告诉我 手机低头俗的问题 如何依靠科技来解决 对方便友我们发现 今天手机低头俗的问题 并不来自于人性 而是在于这种不可控性 我们对于手机有这种依赖 不可控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请问对方便友 面对懵懂无知的孩子 大人们面对的生活问题 是不是更加复杂呢 您方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 那您要不要看白色污染对土地的破坏呢 对方便友刚才在理论中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在沙漠中进行绿色革命 请问这种沙漠化 是不是科技带来的呢 对方便友今天我们说 科技发展让生活变得丰富 这是一种复杂 科技发展让生活变得问题 也是一种复杂 对方便友不要一片感觉 对方便友如果我们只迷信于科技 不仅低头读的问题不能解决 雾霾交通诱解的问题 我们一概不能解决 以前我们觉得发明了汽车 出行就方便了 但是我们现在在路上 读两三个小时都很正常 这就是您所说的简单吗 对方便友铺设过沥青的公路 再也无法恢复成了耕地 对方便友您所说的这种问题 是科技能够解决的吗 对方便友 雾霾问题怎么可控呢 对方便友 科技的发展是不是让战争 变得更加简单了呢 而战争人 战争地区人们的生活 是不是生活呢 对方便友啊 刚才说这个手机 剃头读的问题可以解决 我给对方便友说这样一个例子 美国大学生在地铁上被射杀了 监控录像前世 这个凶手多次掏出了手机 而大家近在咫尺的十几个人 一直在剃头网上手机 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凶手 这是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呢 对方便友 今天因为日照老人在家宴上 因为自己的亲人 都在低头玩手机 而摔盘愤然离去 这是不是造成了社会复杂的情感问题 对方便友 复杂的问题总会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面向的领域也 也越来越广阔 因此我们应当正视科技发展 为我们带来的复杂 这种复杂既有利又有利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双方的电手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 总结陈词阶段 首先有请我们的反方思别 谢谢主席 各位评委 大家好 今天我们跟对方便友 讨论科技对生活产生的影响 而对方便友 今天只看这个工具的使用 却不还真真正正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 对方便友告诉我们 以前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挣扎 我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打拼 我方说 是 没有错 科技确实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但是是否意味着 解决了这个单一的问题 就可以不用面对更多复杂的问题呢 我们发现我们有了科技 解决我们生存之后 我们需要面对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我们满足了自己生存的需求之后 我们想要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 随着这个东西不断增多 我们发现科技当中出现的问题 越来越多了 今天对方便友觉得 手机依赖的问题不是问题 人可以自己约束 福岛核电站引发的核泄漏问题 不是问题 因为人可以慢慢控制 今天我们说大气的污染 雾霾问题的出现 土地的荒漠化 对方便友都觉得 没关系 人可以解决 但是对方便友 您这种将人和科技的利用 一分为二的看法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生活怎么样 而不是科技的手段怎么样 今天你只是觉得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带来了辩解 但它真真正正影响到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举出了科技带来的诸多弊端 是想否定科技 是让大家远离科技吗 显然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都知道 一个家长想要去训斥他的小孩子 去批评他的小孩子 是希望否定他的小孩子吗 不是的 而是希望自己的小孩子能够更好的发展 能够给他起监督和监视的作用 这样才能够让科技正确的利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它有利也有弊 在弊的方面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挑战 而在利的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丰富性的生活 这就是科技真正的意义所在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以往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拔山涉水才能到达一个地方 我们想要去一个地方十分的困难 现在变得便捷了 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了 而是我的生活从一个小圈子变成了世界各地 以往的时候我们交一个朋友很难 只能跟左邻右舍打交道 但是有了交友软件之后 我们的朋友五湖四海 我的情感生活变得丰富了 而这对方便有都认为这是一种简单的现象 而看的都认为这是一种简单的现象 因此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 原本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出现了种种问题 可能会为了生存而挣扎 原本的时候在《红楼梦》当中描述 林黛玉欲允相消 最终宝带链变成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可是如果我们以现代的医疗确实可以 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治好林黛玉的病 之后那生活就是变得简单了吗 不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段更加复杂 更加浪漫的情感故事呀 这才是我们的生活 而不是仅仅你方所提的科技 所带来的那样的手段 今天科技带来了诸多的挑战 科技也使我们的生活不断前进 有利有弊 这一点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 我们能够正视自己出现的科技当中的问题 当低头足越来越多 当我们周围开始忽略了自己情感的交流 只是依赖于手机 而不能真正做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要反省了 原来科技给我带来的便捷的同时 也影响了我生活的方式 也让我的情感出现了问题 今天科技给我带来了便捷的交通的时候 我要知道它并不是真正的那么可控 因为一旦出现问题 带来的将是庞大的灾难 同样的我们也知道 科技是我们的生活逐渐提高 我们的圈子越来越大 我们人的思想越来越复杂 而这才是生活真正圆满的一个状态 而并非是像对方便有所想象的那样 他所描述的那种 只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生活 其实才是最单纯追求最单一的生活 而我们此刻的生活 追求的是丰富的价值 追求的是丰富的物质 有的是更多的选择 而这才是生活复杂的本质 其实我们今天并不是来讨论 并不是来讨论科技的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 而是希望真真正正 把科技这把双刃剑握在自己的手中 变成人发展自己和完善自己的一个工具 真正能够让我们做到 做自己的主人发展更好的生活 这才是科技的意义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我们的反方四变 接下来有请正方四变做总结陈词 各位好 都要没有几个论点 第一个他们说科技带来更多的选择 让人类更复杂了 我方认为并不然 在十年前 油电混合车跟汽车并行的时候 爱车人士要在环保跟性能中间做出抉择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油电混合车的性能并不好 但是如今 现在世界上最优良的三台性能量产跑车 Maclaren P1 保时街918 Ferrari LaFerrari 全部都是油电混合车 都是环保的选择 由此可见 有的时候选择变多 并不等于难 因为科技带来的选项 是两全其美更好的选择 第二段没有谈道德争议 我方议就要告诉大家 有没有科技都有各自的道德争议 科技带来新的道德争议 但是没有科技的时候 也有没有科技的道德争议 从这个地方看根本比不出来 那最后中央朋友的论点其实就很简单 他认为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了 在这个地方他先处理一个定义上的问题 中央朋友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比较容易 并不是简单 大错特错 微积分跟数学 我们对举的时候说 一加一简单 微积分复杂 不就是简单易解跟困难 难以掌握之间的这个抉择吗 所以中央朋友不可以不看 让科技让生活变得容易的这个部分 好 那往下讨论 其实我方并没有要否认 中央朋友大部分的论证 科技绝对会让生活有它复杂的层面 我方也不否认 我们没有办法在现阶段掌握科技 必然会有一些复杂 也必然会有一些丰富 可是这个变题要我们讨论的是更 中央朋友今天从头到尾之后说 生活这个变得多元了 可是并没有就说我不看简单的手段 这样子的讨论是有诚意的讨论吗 如果我们只说科技这个结果它变复杂 那我们是不是也看反过来说 所有的手段都变得简单 这个结果不看 这样子的讨论没有意义 所以最后的比较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依赖科技生活 跟依赖自然生活的时候 科技有多复杂 生活就多复杂 依赖自然生活的时候 自然有多复杂 生活就有多复杂 所以我们说艾斯基摩人 过去生活在冰天雪地的时候 它眼中的白色就有七十几种 因应着不同的天气地形跟环境 过去的农民也观察的自然 非常细致的观察 找出了二十四节气 跟着它一起生活 猎人 鱼人 要熟悉多少的地形气候 还有猎物的这个习性 对他们而言 对方比尔你怎么说 这些人比起科技生活 来的更简单呢 对方比尔我不知道知不知道 人类最精密最精巧的工艺 我们会给它什么评价 不过就四个字 巧夺天工 人类最顶尖最极致最复杂的成就 不过就跟天大平啊 对方比尔还怎么说 人类的科技会比自然来的更复杂呢 那最后一层的比较 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去掌握科技 跟掌握自然 跟自然生活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顺应 我们对上台风 我们只能逃跑 对上捷气 我们只能顺应 但是跟科技这个 跟自然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够谦卑 可是跟科技并存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科技的造物主 是我们赋予了科技生命 是我们要科技为我们服务 是我们要科技来服务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科技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 没有科技的时候 农民要怎么办 他们这个只能够地利不好 只能够逐水草而鸡 只能够烧地油耕 天不能降雨 天不给你雨 你只能够起雨 你做的最多最多就是祈求天给你雨 可是有了科技的时候 在最平级的以色列 在沙漠 有了人降雨 有了灌溉的技术 仍然能够年年丰收 这个就是最后的最最简单的价值 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1967年的时候 NASA的太空总署 所运用的超级电脑 它的运算能力 不过就跟我们现在 人手一支的智慧型手机一模一样 再复杂的事情 人类都能够把它简化 来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服务 这个才是对方别人所要谈的价值 让科技变成我们的奴仆 让科技为我们使用 让人类做真正的主人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我们的正方思辨 那么随着他的陈词的结束 我们这场比赛也要告一段落了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广告语 叫做科技改变生活 所谓的改变呢 就是充满未知的 它可能是简单的 也可能是复杂的 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每位朋友 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 科技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变题 更是我们在座未来人生的一个 需要解决的课题 好的 那到这里呢 我们的第14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的 第二场辩论比赛呢 就圆满结束了 感谢各位 让我们下场再见